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颅骨显微异常真质症 颅骨显微异常真质症 也叫颅骨显微结构不良 是一种由异常真实的显微组织 代替骨质而引起的一种疾病 病变常常累积颅骨 同时也可以累积身体的其他部分的骨骨 比如说骨骨 颈骨 脊柱等一种疾病 那么颅骨显微异常真质症的病因 目前没有完全明了 多数人认为是在胚胎时期 胚胱缺陷异常 导致原始肩业组织发育异常 骨骨内的显微组织异常真身所致 颅骨显微异常真质症 多见于青少年 也可见于成年人 男性比较多见 颅骨各个部分都可累积 但临床上的病变 依侵犯额骨的顶骨和裂骨比较多见 尤其是这些部分颅骨的颅底部分 绝大多数病人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这样子很多冬天 我们会变得保持 好的 你好 明显 最厉害 是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